醒目一响咱们是书接前文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大将军富德 领着3800多名清军来解黑水营 书中代言这会儿的赵汇在黑水营当中啊 可已经围了三个月了 这富德心里那也是着急 谁想到这大军行制途中正在征月初六 走到这个霍尔门附近呢 遇到了这个小河卓部队的阻击 这仗啊打得十分不顺利 人员伤亡还在其次 主要啊是随军的1700多匹战马 现在打的呀只剩下了50匹 这一呢仗着清军的战斗力 确实胜过这些合作兵 其次呢这火力也是比较强 这清军手里呀有批山炮 好不容易呀就打到了叶尔强河畔 现在呀咱们可以揭秘一下 前文书咱们留下那个扣子了 至今为止啊这各路专家说法不一 什么说法不一呢 就是这个霍尔门战场到底在哪说法不一 有人说呀是北边的阿克萨克马若洛乡 也有人说呀是再靠南的瑟利乌亚镇 还有人说呀是更靠南的库尔玛乡 这回您就明白了吧 这霍尔门大战呢是从正月初六一直打到正月初十 这清军呢是由北向南边走边打 一直啊就打到这叶尔强河边 所以说这几天的战啊不是扎在一地儿 哎阵地战就不动了 方圆几十公里这一片啊那都是战场 所以呀咱们上文书才说这些学者说的呀 他也对也不对 到达这个叶尔强河畔之后这傅德决定放手一干 因为呀这清军内的大小将官呢 这会儿早就看出来了 哎这会儿的禅回军呢 把清军是为而不达 但等到什么时候他们才进兵呢 就等你清军渡河的时候 他们才要碾沙上来 所以呀就在大年初九这天的晚上 这傅德呀才要组织人去节回营 要的呀就是打你个出其不义 打你个措手不及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这傅德亲自带队 挑选了五十名骑兵 二百五十名剑步兵 那么说这傅德为什么只带五十名骑兵呢 实际上啊不是不想多带骑兵 因为只有五十匹马 剩下的二百人呢 是精心挑选跑得快的步兵 三更交股啊 这傅德领着这二百五十人的冲锋队 可就摸向了这大小合着的营盘 眼看的转过沙丘来呀 上了大陆距离敌营 还有个三四里路的光景 突然就听见这大陆之上传来了马斯的声音 听这个动静啊足足有一千多匹马 这看样子这个大队人马呀 正是向他们这个方向奔来 这傅德一听啊坏了 这些个合着兵啊 有准备派出了马队来迎击我们 或者是他们也有截我方军营的意思 听这个动静啊 足足有两千骑兵 就凭我呀 现在身边这五十名骑兵 两百名步兵 动起手来呀 那也是必然全军覆没 不过呀 事到眼前也不能害怕 杀吧 就希望啊 后方的部队听到我们在前方厮杀呀 趁乱赶紧渡河到黑水营与赵汇会合 正当着傅德领着这二百五十人呢 要与这来军判命的时候 哎等到这些人走到跟前一看呢 这傅德乐了 原来是随军参赞大臣阿雷滚 带着六百多名清军赶着一千八百多匹战马 是前来支援大军 阿雷滚见到傅德之后 连忙翻身下马十里 咱们说书不要麻烦 这傅德呀 就汤汤汤汤 把前因后果给这阿雷滚讲了一遍 这阿雷滚一听啊 说您看呢 我现在带来的这六百人呢 那可都是精锐知识 哎 养精蓄锐呀 是饱餐战饭 干脆呀 咱们把这六百人呢 就编到您的这个队伍当中 然后我通通上马 咱们八百五十人 一同去结大小合作的营战 这傅德一听啊 没错 就是这个主意 于是啊 这阿雷滚连同六百清军 就一同编入了结营小队 这么一来呀 那可不是结营小队了 八百五十人呢 那简直是一支结营大队了 带到这八百五十骑绕过山丘 来到大小合作的营寨附近 望里一看呢 这营中啊 还真没有什么准备 白帐篷一个挨着一个 士兵全在帐篷内睡觉 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哨兵啊 围着火堆冲盹 也是没有什么防备 带到这八百五十名骑兵 准备好了之后啊 一字长舌排开 只听呲啰啰一声响剑 这八百五十名骑兵 是一同催马 直奔大小合作的营帐 这八百人闯进敌营之后 有如下山的猛虎 见着帐篷就烧啊 是见着活人就砍 很多的合作兵啊 还没来得及 从这个帐篷里钻出来 就被战马踏死了 这一口气啊 清军就在大小合作的军营当中啊 杀到了东方鱼渡发白 马上就天亮咯 这些合作兵啊 给杀了一个蒙灯转向 抛下这个马匹 军械 以及营帐是四处奔逃 直到这个初始天光大亮以后啊 这支结营的部队 才回到了伊尔强河畔的大营 听到这个前锋 结营成功的消息啊 等在河边的这些清军 无不欢欣鼓舞 那可以说呀 是军心大阵气势大增 一点数啊 不但这个人员没有什么减员 这马匹啊 不少反增了 那是怎么回事呢 这清军入到这个大小合作的营寨之后啊 这清军开始啊 就犯了小调了 他们可谓是吃够了这个没有战马的亏 一看呢 拴在帐篷以外的这些缠回的马匹 那他们能不要吗 打了胜仗之后啊 脸巴脸巴牵着钢绳都牵回了自己的大营 这么一来 这清军的战马算是有了补充 一下子就组织起了两千多人的马队 这富德呀 传令三军赶紧吃饭 当然了 这会儿埋锅造饭是来不及了 身上带着干领啊 什么炒面呢 肉干啊 甜吧甜吧 几口把肚子床饱也就算了事 这富德呀 和舒克德 艾隆厄 阿里滚 这些个将军一商令啊 咱们不能歇着 趁这些个缠回兵没回过神来 咱们得杀回去 咱们一鼓作气啊 就把这几天这敌军的锐气一定要凑下去 这重将啊 表示赞同 于是富德传令 努森 鄂伯什 又一攻击 阿里滚 艾隆厄 带兵啊 从敌军 左侧插入 呈何为之势 这富德呀 带领着剑锐营 火器营 以及炮队是正面进攻 在中军当中指挥火器营炮队的就是提督斗兵 这大军才要立即返回战场 给大小合着 就要杀一个回马枪 这富德领着人马来到了沙丘之后 转过这两个高大的沙丘啊 可就能远远的看见缠回的大营了 就在这个时候啊 突然听见这个远处沙丘之后啊 有这个号角的声音 这富德呀 连忙派出探马 去探听一下啊 前方吹响号角 到底是为什么 不一会儿的功夫啊 这侦察兵就回来了 回奏富德说 这大小合着营中啊 吹响号角 是为了集合昨天夜里 被咱们冲散的缠回士兵 这富德一听啊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那咱们先不着急了 原地休息 先给他半个时辰的时间呢 让他们集合部队 等人凑齐了 咱们在沙井上去呀 说不定啊 就给他们包园了 于是就在半个时辰以后 只听沙丘后边一声号炮 这清军这四千多人呢 可就碾沙上去了 那这会儿这大小合着干嘛呢 这各个将领啊 这点数呢 瞧瞧自己赢了呀 到底死伤多少 跑了多少 正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谁想这清军又杀回来了 要说呀 昨天夜里的捷营 他们没想到啊 这第二天的回马枪啊 他们更是没想到 难道这清军都是铁打的吗 昨天杀了一夜 今天还有力气再往回冲杀 来不及多想了 人家已经杀过来了 只好上马呀 草草迎战 这合着兵的心呢 本来昨天夜里就给打散了 今天一看这群如狼似虎的清军杀到了眼前 更是无心恋战 这溃军如潮水一般向四处逃窜 这回呀 这八旗兵可不用腿着了 这屁股底下有马 催马上前是一路碾压 一场追击战呢 只打到正上五十以后 才算平息 清点以后 这战场上死的合着兵啊 没有一千呢 也得过了八百 这地上扔的鸟枪啊 自重啊 不计其数 广是马匹啊 就绞了几百匹 这下子这清军算是出了气了 这几天的窝囊气啊 憋得够呛 经过这一场胜仗啊 才算是一扫而空 这不光是死的呀 还逮着了不少活口 到了下午啊 经过这些俘虏辩认 死的这些合着兵当中啊 广是有巴图鲁生号的 就有十五个 当然了 这个合着兵的舌头啊 跟这个八旗兵的舌头 它不是一公劲 这个词啊 这八旗念出来啊 叫巴图鲁 这合着兵念出来啊 叫巴图尔 翻译成现代汉语啊 就是英雄勇士的意思 这还不算杀死勤货的大伯克 还有数十人 这大伯克的意思啊 就是职位相当高的官员 这一下子 这大小合着的军队啊 算是损失惨重 这帮俘虏啊 还招待出 就在昨天夜里的捷营当中啊 这大合着 波罗尼都也身负重伤 这富得联邦问 死了吗 这小藩说呀 死到没死 只不过呀 伤得不轻 这一颗炮子啊 击中了这个大合着的内部 打了一个大窟窿 是呼呼冒邪 虽然呢 没有性命之忧 可是伤得不轻 连马都骑不了了 只能啊 靠担架 给抬回了叶尔强城 书中代言啊 这大合着 回到了叶尔强城之后 不久啊 就被人呢 抬回了喀什嘎尔养伤去了 因为这喀什嘎尔啊 是大合着 波罗尼都的大北营 那么说 广说对方的伤亡了 那清军这边 到底有多大的损失呢 那这个数字啊 可就详细多了 这傅德给乾隆皇帝的战报啊 写的是清清楚楚 他跟乾隆皇帝提到的伤亡情况啊 可不光是正月初十这一天的 是从初六到初十 整个土耳门大战当中 清军的损失 在这道奏报当中啊 这傅德特意的提到了 建瑞营的英勇 建瑞营兵丁 训练有年 火器精力是争心杀敌 阵亡者二十余名 伤者七十余名 其他满洲 吉林 索伦 查哈尔 绿营兵丁 阵亡七十余名 并且把阵亡将士的名单 报道了朝廷 朝廷自然会大大的抚恤 在奏报当中还特别提到 此次大劫 对清军而言最大的损失 就是提督斗宾 率中军枪炮 鼓勇前进 夺取贼营 累受枪伤过重不治 阵亡于军中 有的历史材料里边说呀 就比如说是西域图治吧 他说呀 这斗宾是物重贼炮 初六日阵亡的 不过呢 我劝您呢 还是以我刚才说的这个为准 这斗军门啊 是初十累受枪伤 死于了军中 因为这句话呀 来源于平定准嘎尔方略 这平定准嘎尔方略啊 是大清朝廷 结合当时的圣旨战报 总结出来的官方文件 最起码这里边的时间日期 那肯定是准的 好可怜 这斗军门的一生啊 对这个清军的单兵火器 也就是火枪啊 有一定的研究 并且呀 也确实通过他的理论呢 清军的火器改进了不少 我想这斗军门自己呀 是万万也没想到 他自己呀 也死在了火枪之下 哎 这就应了那句话了 大将总要阵头王 瓦罐总得紧口破 清军的一场大战呢 是足足打了四天五夜 这就是清平大小合着 最著名的一战 叫做呼尔门大截 有书则长 无书则短 明天呢 给您说段热闹的回幕 就是清军解围 黑水营 这就是清军的回幕